应该跟你们配合一下的 但奈何我今天休息嘛 我以为要立马挽个那个古装造型的头 小妖在哪里哈 一会我们都会陆陆续续的进来 各位老师们都会进来 先几位老师先跟我们聊一聊 昨天晚上都有追剧吗 有追 有追 有在看 哎 17也进来了哈 欢迎邓维 哈喽哈喽哎 哈喽哈喽 今天不是公知我们大家古装派对吗 为什么你们都不古装 你也休息今天还是 来了到齐了 哎 对对对还有红衣没进来 我进来对对对还有风龙还没进来哈 没关系我们等等他哈对对对 男子也进来了对对对六哥也进来了 我进来了我进来了我刚刚刚刚拍完戏 各位各位我们就我们进来哎呦哎呦 欢迎欢迎欢迎啊欢迎大家昨天晚上爆哭 昨天晚上几位都看剧了哈 小猴子昨天看剧了吗 我吗 我看了 我看了我看了 我是那个一收工就开始看了四集 而且我看了好多 就一直看一看循环播 我们第一集就看哭了 你那怎么样 我也看不到 我觉得两位小朋友演的真的是太好了 然后一下子就把我带进去了 好 几位老师昨天晚上也看剧了 看了 当然 我第一集也看哭了 印象比较深刻的是 哎呦 谁和谁发的可以先爆料一下 趁着回忆还没进来 说了一下每个人的角色是吧 大家都在说 大家都好棒 好了 我们稍微等一等风龙 然后等风龙上来之后 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正式的活动了 我先给几位介绍一下咱们今天的主题是什么 因为昨天晚上咱们在腾讯视频已经看了4集了 我昨天晚上追到了凌晨2点多 今天也就睡了4个小时 但是特别开心 看的特别开心 然后今天咱们清水镇的主题就是咱们由 腾讯视频独家冠名的由回春堂的六哥 来张罗的咱们长相思的开播宴 今天六哥也是请到了我们几位一起来 当然风龙待会进来之后就可以看到了 大家进来之后我们就是相聚盛欢 待会的时候我们给大家来说一说 我们今天先给大家来介绍介绍 咱们来到清水镇的身份好不好 好 没问题 好 那我们就先开始的吧 来六哥 今天我就帮六哥做个跑堂 咱们就一天一一的介绍一下好不好 各位相聚在咱们今天的清水镇 清水镇里面有来了我们这么多的好朋友 我们就先一一的给大家来打个招呼好不好 来六哥你先来 好的 现在声音太女生了 我得变换 哈喽 风龙 哇 哈喽 特意做回了场相思的造型啊 哇 哇 哇 真的耶 但您说是真不错 但是我们得这么看 你怎么是啊 对不起 哎呀 我们设备问题 亲手不会弄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哈 咱们就正式开始了哈 咱们今天的开播宴就正式开始了 先让六哥这个先给大家张罗张罗哈 六哥来给先给大家打个招呼 那种六哥的声音跟大家说 六哥的声 六哥的声音啊 大家好 好好久不说一下子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杨子 也是清水镇的热心镇名门小六 欢迎大家来我们回春堂做客 有任何事情都可以找我 欢迎大家 欢迎大哥 来给六哥上排便哈 来欢迎欢迎哈 今天我们这个开播链的正式非常大哈 接下来呢要请我们这个清水镇上的宣老板哈 特别要说一下宣老板是今天负责我们酒水的哈 来宣老板给大家打个招呼 呃大家好 我是张婉毅 是清水镇的酒铺老板宣 然后成蒙六哥和乡亲们的照顾 我的生意很好 这都是我应该为大家做的 好 给大家说一下今晚的酒水啊 我们这个宣老板买单啊 哈哈哈 来 好 接下来呢今天我们的餐食呢 是我们夜十七来给我们准备的哈 来十七来给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 我是六哥的跟班 夜十七 只要六哥吩咐我就不会觉得累 呀 你可真会呀 哈哈哈 好 接下来大家也看到了哈 咱们大名鼎鼎的九头海妖啊 我们的向柳 向柳大人也在现场哈 来向大人来给我们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 好我是谭剑次就是传说中的九头海妖向柳 那吸了小六那么多血 这个面子是吧 没给啊 得来 得来 今天还是我们六哥的面子大哈 六哥邀请也来了是吧 欢迎向大人哈 向大人来到现场了 接下来哎 来咱们这个阿念哈 前两天跟咱们六哥有点小矛盾 今天呢 是来附近请罪了还是咋的 哈喽大家好 我是带路娃 然后跟着萱哥一起来清水镇 作为一个淘气包啊 请大家都见谅 嗯 好嘞啊 欢迎 接下来最后这位呢 虽然穿着这个戏里边的造型 但是好像看上去有点陌生啊 但是我们都知道哈 昨天提及他也很多哈 风龙啊 来给大家打个招呼 哈喽大家好 我是王红毅 是在剧中很可惜 没能加入清水镇这个大家庭 是后面才会和大家见面的赤水风龙 嗯 不过呢 我们长相思除了清水镇 还会有浩林 西岩 陈荣很多个地图 嗯 大家的缘分都在后面 而且嘛 和小六认识 我觉得认识的早晚不关不重要 认识在关键的时刻最重要 那有可能在第几节开始认识呢 哎 我也期待能更新的快一点 早早的和大家见面 好 我们一起期待哈 刚刚就各位我们的这个老乡们哈 我们这个老乡们都已经进来了 当着老乡们呢也不能这个 一定要诚实哈 都知道在我们这个清水镇的是卧虎藏龙的 所以接下来呢 我们从宣老板那边获得了一些秘密的情报 都知道我们在座的几位呢 你们不光是有刚刚给我们介绍的这个身份 还有一些其他的身份 没有和我们没有和我们说啊 这个身份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接下来知道各位手上都有这个身份名牌 是吧 把这个身份名牌拿起来给我们亮一亮 看看这个身份名牌的另外一层身份 你们那个马甲是什么 好不好 来我说三二一我们一起来亮哈 来做好准备 哎怎么只有六哥举起来了 来一起举起来哈 来做好准备 3 2 1 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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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诶诶 哈 这都收到情报了吗 为什么 弘益和 有个张白子 我是张白子 我写了单纯两个字 就我都没想到大家有两副面孔 其实我是单纯的 一个boy 对,你的这个是为什么没写呀? 阿聂可能前期没有穿铠甲的那个意识 所以他一直作为一个跟屁虫 所以我觉得他背面就没写 那个红毅的呢? 你后面好像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啊,对吧? 那当然,毕竟还要 大家都有缘分嘛 对,因为你还没上去,大家都知道就是你 你跟里边几位都有一些不同的关系 比如说跟这个 跟井有关系,跟这个苍玄也有关系,对吧? 是啊 也有啊 你们还挺诚实的,有人问什么也就会告诉我们什么 好,我们接下来看看我们这个有身份的这些哈 首先是我们的这个向柳的这个身份 向柳的这个身份 哦,原来除了海妖的这个身份 后面还有一个这个身份 这个防风贝的这个身份啊 还打了个问号,为什么呀? 首先先说这两个角色都是我演的嘛 然后我真实的身份是向柳 是一个让人闻风丧胆的军师 然后又是也是苍玄的劲敌 那大家知道防风贝可能大家都在想 防风贝是我的一个马甲 是吧 一个小号 但是 真的是这样吗? 我觉得我不能剧透让大家慢慢往下猜 哦 到底是不是那个防风贝? 我们要看对吧 接下来看看十七的这个身份 十七的这个身份 除了叶十七这个身份之外 后面那个身份是 清秋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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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涂山景 其实我是清秋的狐狸精涂山景嘛 因为被人陷害了 然后沦落成了乞丐来到了秋水镇 然后被小六救了 变成了十七 因为我本身的身份是大荒的首富 然后所以也是怎么说呢 各方处理拉拢的一个对象 但是我们的家族呢 是一直站在一个中立的这么一个立场上面 所以 不会占任何一方 但是如果要是让我非要选占谁的话 那我肯定就是选小六了 就是小六 然后他愿意的话 那我就可以永远留在葵春堂 留在清水镇当他的叶十七 是机会呀 接下来来沧玄 沧玄的身份 除了我们宣老板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身份 西岩王孙 对 我的本名是西岩沧玄 然后我担负着整个家族的荣誉与使命 我来到清水镇呢 就是来寻找小妖 她是我的青梅竹马 但是我们俩失散多年 还有我要来会一会 九头向柳 在这边 九头向柳在这边 会一会九头向柳 好 我们大概都知道了 每个人的马甲身份 我们都已经晾开了 刚刚其实刚刚那个 我们六哥举起来那一瞬间 我们就知道六哥的那个身份 我们是不是可以改口了呀 这会就不用叫小六了 应该叫做小妖 欢迎小妖 对六哥也可以跟我们说说你的身份 就是我们号令王姬小妖的身份 其实我是流落大荒的号令王 然后呢 自己之前也是小六 闻小妖 以这个身份来跟大家见面的 在此之前我是无人相依 无处可去 然后变成小妖以后呢 我就遇到了所有的人 心旁好友也开启了 开启了王姬的征牙 这是高贵的噱头 对 但是这一路特别特别不容易 现在大家也知道 我们小六的真实身份了 就是我们的小妖 接下来我想听听几位 对于我们小六变小妖 这个事情的一些看法 所以说接下来我们决定 用一个游戏的方式 就是加字游戏 就是我们说一句话 每句话里面大家可以加字 加一个字两个字都可以 然后最后呢 要大家说出来 从自己角色身份的这个角度 来说出小六变小妖 这件事情的态度 好不好 我们就从苍玄开始 好不好 苍玄你对小六变小妖 这件事情是什么态度 加一个字 小六变小妖 小六变我的小妖 小六变我的最好小妖 好 接下来 来 向柳大人 小六 谁说小六变你的最好小妖 有阿念的角色带入进去了 来 到了我们风龙了 是谁说小六变我的最好小妖 小六变回大荒身份最尊贵的最好的小妖 咯 大家加那么多 加不下去了吧 你让苍玄哥哥怎么加啊 苍玄哥哥还能加吗 苍玄哥哥脑子不好 我说了一遍我也忘记了 好 我们大概都知道了 现在都知道小六变成小妖了 我们也想听听小六对小六变小妖 这件事情的一些态度好不好 六哥 其实刚才都感觉我听不懂了 都进化到听不懂的程度了是吧 从柳哥呢我就有点懵 阿念那儿就也是有点不知道 然后风龙我是根本就没听懂 他说什么 我脑子就嗡嗡嗡的 对 我们就不纠结这个事情了哈 我们聊聊看完这个剧的一些感受 因为昨天播完之后真的数据 包括整个成绩非常非常非常好 然后大家都看了也很开心 然后看完之后大家也在提说 这个小六变小妖这个事情是 第16集的时候会出现你女装的那个身份 对吧 我现在也不知道多少集 我也是今天看完网上说我是16集 然后 然后 猪也不知道 猪也不知道 然后大家也在讨论说这个就是 就是杨子的这个六哥的这个 这个剧照啊 大家也先听听你们 你们看完之后这个感受啊 就是看完了这个杨子的这个六哥的这个造型 特别是声音的这个塑造是什么感觉的 两位说一说 来先让离的最近的昨天那个 让谭建次老师来说一说 说是说什么 所以说六哥六哥的塑造哈 啊昨天对昨天 昨天那个小小子有给我给我发微信 然后我还跟他说我说演的真好 那个小六眼的哈就是那种男生的感觉 那种那种男孩的感觉 我觉得特别特别对味 对 别们要站着是吧 哈哈哈哈 怎么说呢 严谣要战斗 邓伟昨天看到了对杨子的六哥造型之后 是什么感觉 因为你们的戏十七和六哥真的太多了 对 就是很好啊演的 不用多说了 就真的很好 都投入在角色里边了 对吧 那苍选哥哥呢 我昨天因为我当时在拍戏 然后在周边人的那个手机上隐隐约约的看了一些 就是很活灵活现 然后把这个爷们儿这个形象感塑造的很好 哈哈哈 爷们儿的形象感 爷们儿 来杨子你听完大家对于六哥的这个评价 综合来说一说 我觉得这次也有点 来本尊来聊一聊 杨子帮我们聊一聊 我觉得文小六他我第一次看剧本他在我形象里我以为他是个中年男子就是我光看那个剧本的时候 因为我是先看完剧本以后去看了小说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是我不知道文小六是小妖是真的 我在看剧本的时候我还在想女主什么时候出现 然后我一直看那个文小六我说这个中年男子怎么一直这么多戏 我说他是谁呀 我以为他类似于石先生那样的角色就是给大家做开场的那种嘛 然后一直看看看 然后看到最后的时候我说哎 我是杨子 我很难说真的去演一个男的大家非常的相信 我只能说尽可能去模仿男孩的一些表情啊或者身姿之类的 就是所以他从小六是我想象中的一个他应该出现的一个角色 我觉得还挺好玩的 嗯 剧造那个六哥这个形象有没有跟其他的几位曲曲经 就是在男生因为好多造型 就是这些小细节大家也都在帮我 然后我们导演呃 琴导是女生嘛 然后另外杨导是男生 所以有时候我就会问杨导我说哎 我我像不像你觉得我像像男孩吗 一些坐姿什么的就大家都会告诉我 刚刚洪毅有举手洪毅有什么话要说 我就想说其实小姚的那个翘手指的习惯有遗传 就有传染啊 就就就就注意到他拿东西经常会翘一个小手指之后 我有一场戏和他一起在一起他拿花的手指翘了起来 然后我我的我的手也不自觉的就会变得翘 就拿东西就不自觉的翘起一个小拇指 那我们就都这样来一起既然是开播宴 咱们到这还没有碰一杯就隔空 那个无食物的碰一杯好不好 来我们今天开播宴来一起碰一杯哈 来各位哈 哎哎哎哎来一起碰一杯好嘞 哎开始了 啊我们接下来要聊聊因为昨天晚上播出之后有太多太多的名场面了 我们接下来要带领着我们各位朋友们来一起的来聊聊这些这个名场面好不好 好这些名场面我不知道大家在看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感受 我们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很多欢乐 我们一张一张的看啊 先来看一下这个哈 噔噔噔噔 哎呀 哈哈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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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起来了吗 这个是17的哈 17的出场特别别致 然后这场你看就有点那个啥了 就有点那个甜蜜的氛围出现了 来两位当事人先来跟我们聊聊哈 仔细你来吧 你先说 仔细先来讲讲 那就是上面这个的话 其实我就想到了当时画这个特效装 包括设计的时候都非常的真实 嗯 这个特效装大概要画 五个多小时吧 然后特效组的老师我觉得也是非常的厉害了 他是按照剧本和原著里面在还原每一个伤口的 细节 就是包括细致到这个伤受伤是怎么来的 所以他的这个疤痕的程度是怎样子的 都是有考究的 包括手指甲和脚指甲都被拔掉了 还有就是膝盖 因为叶石器的膝盖腿断了嘛 所以长好以后他的骨头是歪的 然后包括这个骨头歪的这个细节也很好的换了 反正非常有诚意 当时就是做特效的时候 我就是做了以后照镜子 我都没有认出我 这是我就是感觉你谁呀 这种感觉 然后下面的那场 其实就是讲到了 下面一会讲一讲哈 先说说这场戏 这场戏就是昨天在看的时候 大家也有一个动图截图都在广规流传 就是文小六看到他之后 然后看了一眼就撤回去了 然后那个动图叫做对方撤回了一个文小六 就看了一眼都实在是接受不了了 当时看到他这个造型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感觉 我私下看我觉得哇 特别的肯定很难受 因为当时就是夏天 房间好误 他浑身那个弄了一个灯灯 其实是还有贴皮的 一拍一天其实是很难受的 然后动图就是有多化那个妆 而且这画了好几次是吧 我记得 哎 你画了好几次 我只是画好几个小时 我就是觉得啊他好辛苦 然后我第一次见他这个伤装的时候 我被吓了一跳 就是真的是人见到一个会吓一跳 然后还有一点怕这个时期 会不会觉得我有一点会不喜欢他什么的 就那种感觉 然后他躺在那的时候我也不敢摸 因为那个特效装实在是太真实了 嗯 然后眼睛 什么 你的眼睛还睁不开是不是 给你什么 就是被打肿的那种效果 就整个肿的睁不开 嗯 所以我们组的真的 我觉得特效老师真好厉害了 你看 苍雪刚刚瞪大了双眼在看他的这个乞丐装 是看了也觉得有点触目惊心是吧 对 因为就哎呀 他他能他能细致如微到就是 绷带在下面 都有装 但是我给你答哈 开戏是有画过这个特效装的 我知道他是非常首先他非常难做 在家拍完之后 他还要你去卸这个装的时候更加的复杂 很辛苦的 嗯 因为我看得非常好笑 他刚才做点好笑 更为一直跟小猴 是个每天在那儿挠 你记得他就每天这样 在线角这样 一直在那儿挠 因为那个很痒 这个很痒 然后我就 那个戴这个戴装戴了多久啊 这个戴装戴多久就指的是什么戴装戴多久 就这个造型拍了多久啊 拍了好多次 因为就是有不同的场景嘛 都会有这个装 所以说每次拍的时候都要全身来一遍 然后再缠绷带这样子 对 你看这这一幕有多惨 这一幕就有多甜蜜哈 我们大家就是简称他是洗洗还能看 因为因为后来痊愈了之后发现这一幕非常非常甜 这一幕啊 我不知道这个 另外两位哈 我们苍玄和我们这个向柳大人看了就是什么样的感觉 反正这一次应该就在这一幕的时候 然后十七就知道六哥是一个女生的身份了 对吧 嗯 是 对 其实就是被小六捡到的时候 因为就是当时图线景都已经成那个样子 可以说是已经不成人样了吧 破破烂烂的 其实被小六捡到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景其实是完全被完全被摧毁了 然后就是身心都死了这么一个状态 然后小六吧 不仅治愈了鸡的身体 而且更是给了他希望和救赎 我觉得 小六为十七打开了一扇门 就是让他走向世界 然后走向一个平生的世界 然后当时就是 使小六给十七洗澡的时候 然后十七也就是感受到 后 他原来是女生 然后其实很心里以后那会就很开心 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然后就十七非常笃定的 认为这个人就是我此生的至爱 有一件以以为要的事情 应该是十七是第一个认出来 小六是女生身份的对吧 嗯嗯 几位有意见吗 是不是十七是第一个认出来的吧 是主要那会项链没出场 而且我觉得特好笑 那个网友不论 说我哥 你不要把心底卡得太死 让他去找他 哈哈哈 我看到了 那个那个挺逗的哈 这一场 知道很有意思 我们待会说可以细细给大家 再再讲一讲后面的这个戏 很有意思哈 好这个红毅都没有怎么看到过他的这个造型吗 在戏里面的这个 是的 在戏里没有见过景这么惨的样子 如果见过景这么惨的样子 觉得即便景阻拦我 我也会踢刀就砍了涂山猴 如果帮帮他对吧 不是那你见到景这个样子 你也认不出来这是景吧 哈哈哈 这是谁啊 完全认不出来 哎我想问一下 因为这个戏里面大家也在看了 呃十七和和小六 还有你们觉得你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 该怎么去形容他 十七你觉得你和小六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救赎 救赎的关系 嗯 你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我刚才我 其实 就是 因为在 小六剪到十七的时候 是这种个人的 不管是身心都是被摧毁的 然后把他剪回来以后呢 他就是 慢慢的 整个都恢复 做了相续 别人他一旦门打开了 让他进入来 那那小六你觉得你跟十七之前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我也觉得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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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守吧 然后 我昨天还看到了一个特别逗的 就是在网上看 图山景你们居然每个人都 我也有那个角色微博号码 然后 他一睁开眼他就说我我人在哪这是哪里 然后我还发现你的那个角色微博号好有钱呀 你是那个什么顶级会员是不是 对好像是什么六 对啊 我知道他鼓掌鼎都已经这样了 还不忘冲一个顶级会员 真的很好笑 我说那个 我说青秋公子的那个角色哈 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个名场面啊 这个名场面是咱们这个老乡给提供的 有个叫做下山虎Tiger的哈 给大家来看一下哈这个 向柳大人您熟悉吗 有点眼熟有点眼熟 有点眼熟哈 向柳大人来看看 因为大家都在讨论说向柳大人这个九头蛇腰 这个九个头的这个故事一直在讨论哈 你你我们也好奇 你们对这个九头蛇腰比较好奇的点在哪里啊 就是今天还有人问 发微信问我问我怎么吃饭 我还说我还没反应过来 我说我怎么吃饭 我用嘴吃啊 后来才反应 哦他原来看了剧问我怎么吃饭 其实我因为我有九个头嘛 然后九个头可能就饭量比较大嘛 就是比较爱吃人 然后像小六这种 大响呢 刚好够我一个头一口一口 大家好奇说这个就是 然后然后其实其实我昨天看的时候 发现就是小六的血啊 就是在在向柳出现之前就已经有人交代过 小六的血其实是但是有疗伤的功效 所以向柳呢就一直要去吸他的血来疗伤啊 对 对 大家好奇说那个 你说 我说小六还挺好 啊 没事 得嘞 不是昨天在戏里面就有调侃了 说你这个几个头是怎么排列的 然后最好笑的是大家在看的时候说 他这个头在吸这个小六的血的时候 我们另外几个头在干嘛呢 我们 你觉得他另外几个头在干嘛 另外几个头应该在睡觉吧 排队 是吧 蛇嘛 对冬眠嘛 对吧 大家还有 一个头出来工作 其他头出来 其他头得得稍微休息一会 让他轮流站岗 保证这个体力充沛 下次吸更多的血 那说不定在观摩 在观摩 在观摩吃饭的过程 大家说 有的说在排队 还有说最好笑的说其他的头 更好笑的是说说 你排队 在小要这排队打饭呢 是吗 好 很有意思啊 我们也想问问就是 向柳和小六之间 你觉得如果一个词来形容的话 怎么形容你们之间的关系 你先说吧 湘西 湘西 这个是 我这麦是不是不行啊 你这麦有点问题 湘西 湘西 那我就说 那我觉得是湘意吧 湘西和湘意哈 但是你们也有一个过程 因为昨天晚上有一场戏 我们看的还挺心疼的 就是小六第一次见你的时候 啊第一次见我 你还记得 你还记得你们怎么出香时吗 在就是他去抓那个斐斐吗 我用我的歌喉吸引了他 哎 我听到他的歌声了 他他说把少 用少女的什么歌声 把肥肥吸引出来 结果把 把蛇吸引出来了 所以你知道小六的真实身份是女生的时候 是不是就是在那次他唱歌的时候 对我也是第一眼见到小六 就知道小六的真实身份 就输就输在了出场晚了点 本来可以第一个发现的是吧 好像听起来就是 苍玄哥哥好像是有点那个 有点是不大明白哈 找不到他的那个感觉哈 不过没关系 接下来马上就开始有了哈 比如说接下来这个名场面 来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从临时爷爷那边找到的哈 我们还没有看到的剧情 大家可以提前过过夜哈 就是这个场面 苍玄哥哥和小六可以来给我们说一说这场戏哈 来 他俩喝酒爱喝酒 他俩从小爱喝酒 这场也是喝酒的 对 喝的这个酒是 桑陈酒 对吧 这回默契了 对有默契了 来跟我们说说这场戏哈 来 桑陈哥哥 这这这场戏是不是你那个 回来回来找我 受委屈了 难过难过 这场戏好像在失恋 我失恋了 分手了 对吧 然后回来我我 我看了你这么难受 然后我还 我也很难受 有感感同身受 然后我还得 一边故作坚强 然后一边去安慰他 对 这一场戏哈 对对对对 六哥你还记得吗 这一场戏的时候 我记得我印象特别深 就是我俩老爱喝酒 就是一天到晚一直在喝酒 他陪着我喝 那场戏我印象最深是我肯定失恋了 然后我躺在哥哥的腿上哭 我记得 对吧 对 17好像这场戏和你有点关系对吧 对呀 就是因为17嘛失恋了 对 浴透一下了 其实就是小妖喝闷酒 就是因为 在涂山景喽 都是我的错喽 有一种这种感觉了 对吧 阿念呢 阿念看了这场戏呢 特别是看到 这个这个 对我们的这个苍璇 对于小六的态度之后 是什么感觉 令人羡慕 因为阿念吧 他是一杯就醉的那种 不能不能 两个人喝不到一起去 一杯直接就睡着了那种 令人羡慕 对他俩人也是特别好的酒搭子 你看吧 酒量好像也是旗鼓相当的感觉 对吧 而且桑胜酒对于我跟哥哥来说 是我们小时候从小的一个东西 他他其实小时候我们在种那个 弄那个桑胜嘛 后来变成了老桑 他化为人形了 就是那个属于我们两个的 独特的一个酒 还有一个就是 哎 能说吗 适当的 小尾吧 独立小尾吧 那个也是我跟哥哥的一个 就是 特定的一个问题 因为我们现在看到哥哥 就是看到那个苍璇和 和小六有点着急 因为他们 另外两位都已经很快的就是 识别到你身人女生的身份了 但是哥哥就是现在 大家在说说哥哥简直是一种玄学 就是明明在你的眼皮子底下 你完全就看不见这个人 就很像是我们找手机的感觉 是手机在哪就在我身边 但是就是看不到手机 来 苍璇来跟我们说一说 这个你这个态度是不是自己也挺着急的 是我也很替他着急 我就先替 就是乡亲们去骂骂这个藏玄 那真的是太后知后觉了 然后因为 种种场外因素的干扰 他这个 寻找小妖的这个雷达吧 虽然就一直在巴巴巴想 但是 就是 最终还是偏离着这个目标 你像 去那个清水镇找那个零石去看这个 事项 对吧 我虽然看到了这个 六 但是我 万万没有想到 我来找的是妹妹 他竟然变成了弟弟 这个也是真的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这谁都想不到的 不怪你 出乎人内认知啊 对 但是可惜了 就没有创作的时候 就是没有跟那个就是乡亲们交流 我要早点听劝 就是别分那么开 还有一个名场面 我这边手头没有照片 但是前两天我们已经看到那个片花了 就是你们两位 有一场特别大的一个情绪戏 然后那场戏大概给你们封了一个称号叫做电瓶车名场面 你们知道是哪一场戏吗 我知道 你知道 就那场戏 对对 你跟我们讲讲那场戏 我们俩其实开的时候我们俩没有感觉 因为就是全新投入嘛 然后后来是我拍完以后 我工作人员给我发了个微信 说有一个那条街 就是有一个之前的朋友在那边也在工作 然后就发他微信问我工作人员说 我好像听着杨子在叫 是他的声音吗 然后我说对啊 我跟苍璇的那条街在在拍那场戏 然后据说这因为我们俩声音太大了 晚上然后底下那个电电瓶车 然后都被我们俩跑到一直在那 在哟 就很好笑 对 你们那场戏真的哭 撕的这个哭的这个撕心裂肺的哈 对 苍璇来跟我们讲一讲那场戏哈 万一 光记得我 哎这没播到这呢 花已经看到了 天花我们已经看到了 啊对 就是那种 撕心裂肺 极其上头 眼眶红润 目中只有对方 然后我特别好奇你们拍完那场戏之后 我嗓子就是多长时间才恢复能说话的 当天都能说话 都喝口水 很好 那场戏真的看得我们泪目了 真的看的人很少会不哭的 我们接下来还有一个名场面 不是昨天有一个 有一个 就是我觉得 老六是一个特别操心的人哈 这场戏呢 来 我这 这场戏哈 我今天晚上好像就有这场戏了 是一场婚礼的戏哈 这个结婚的戏 我先问一下 先不接下 先问一下 这场戏 我们先猜猜有可能是谁呢 先试着猜猜 有没有可能是离 离老六最近的 十七这个是有没有可能是你啊 我咋变老六了 变老六 小六小六 你变老六 不知道是六 哈哈哈 看不出 而且他十六 一直在跟我说老六 然后刚才说 我不是老六 他没听到 然后一直老六 哈哈哈 我看大幕有好多人在叫老六 好好好小六哈 来 就这场戏是你吗 十七 是你和 嗯 嗯 不是啊 你竟然没有进水楼台先得月哈 那不是你是不是刚来咱们清水镇做生意的 苍玄 这个戏是你吗 哦 无嘴是这个意思 让我们去去猜对吧 去猜啊 那是那向柳大人有没有可能啊 虽然认识的比较晚 但是后来可能 有没有可能是你啊 这肯定跟老六有关 哈哈哈 怎么又是呢 哈哈哈 老六啊 那就 来最后问问六哈 来问问六 这场戏 啊 这个应该是 这个应该是 马子 或者是串子的婚礼 是不是在在 应该是在那个清水镇的时候 嗯 是的 对 串子的婚礼 没错 这个因为我们前四集已经看到马子结婚了 这一集是这个串子结婚 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我们 对 就是就是今天晚上 串子要结婚了 我就所以说你真的是操心的大家上 这两个人的这个婚姻全部都解决了 您放心了吧 而且昨天我看那个马子结婚的时候 我跟老牧我们两个坐在那 我说哎 怎么有一种我跟他像夫妻的感觉 而且我像 我像那个 那个 老牧特别像妈妈 然后我们两个带着一堆不太聪明的傻孩子们 辛辛苦苦支撑起了这个家 就觉得很有意思 所以今天晚上串子要结婚了是吧 对对对 我请大家喝喜好 好大家沾沾喜气啊 每个人都有机会啊 来了来了 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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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随点份子吧 他说每个人都有机会 是每个人都有机会有一场婚礼是吗 对我去喝了喜酒以后 大家就都有机会了 每个人都有份啊 那我们都随点份子哈 这个钱这个记在六身上好吧 没问题啊 好了我们今天呢就给大家分析了几个名场面哈 今天晚上我们更新之后还会有更多的名场面会出现 当然今天我们要要给看直播的各位我们老乡们送点福利好不好 送点福利的这回我们手头上都有手串的那个串珠 我们就手动动动小手给大家来穿穿几个手串 待会的时候送给我们现场的我们的各位老乡们好不好 当然当然 动小手哈 好 来 给我们真的是来着了 我们的相思手串 我们现在邀请我们的几位主创 每个人呢 编动动小手穿一穿我们这个手串 穿完了之后呢 来给我们说一说 这样自由组合他都有一些什么样美好的寓意好吧 哎大家动起手来哈 动起手来啊 那要跟大家说一说 一定记得哈 随时随地的跟我们来互动 因为我们会把这个福利呢 待会儿穿完了之后要送给大家哈 大家大家在拆的时候呢 在穿的时候我也给大家来这个捣捣乱啊 问大家一些这个快问快答的问题 来看一下大家是不是这个一心可以两用哈 当然我觉得这个向友先生一定是可以一心两用的 他可以一心久用啊 哈哈哈 还是可以说你就多说点 好 啊老乡我们在对对对 我们现在哈就是有有些朋友 我们有些叫这个老乡有些叫相思豆 大家这个统一一下 我们是叫老乡的还是叫相思豆呢 你们喜欢叫相思豆还是老乡 相思豆好 相思豆洋气一点 相思豆了好 那咱们就相思豆了哈 来洋气一点的相思豆哈 来相思豆们我们来听听哈 那接下来一个一个一个的问题来问 首先一个问题要问一下小腰 如果能选择的话 你会愿意一直在回春堂的小六 还是做回浩灵王鸡 我想 我会选择当小六 一直当小六 小六 好 接下来要问一下苍玄 小六 有人晚上约小腰出去约会 你会怎么办 就他去哪我就跟到哪 有点一个跟屁虫哈 好 好 接下来下一个 说 我问我愿意嘞 要问一下小六愿不愿意哈 小腰问也不愿意 然后下一个哈 这哥哥很奇怪呀 哈哈哈 哈哈 再一个是问那个十七了 十七如果有一天 小腰有危险了 你一个人不够 你是求助向柳 还是苍玄 肯定苍玄啊 他都当皇帝了 那肯定得找他 还有 这个回答都是非常非常的现实啊 好 接下来下一个问题啊 是问向柳的 九个头 但你 理发的时候会不会比别人更贵一些 这什么问题啊 这是 他说他没有头发呀 是啊 对对对这个问题倒是哈 没头发主打一个没头发哈 下一个问题哈 是问阿念的 你发贵不贵不知道但是 你说到这个问题后面剧情里面确实有交代说向柳的头发 是是是经常要打理的 我看得出来你那出场你那个头发 你能看上天天抹护发素很飘逸的 不是不是是戏里面戏里面的向柳 他那个头发是要经常打理的这个这个要卖个关子 不是说看的就是他已经一出场了 那女人都自发非常顺滑 他那个头发 他他喜欢染发吗 是吗 小发 好下个问题是问阿念的啊 说苍璇指头你一个人和苍璇遇到自己的幸福 你会选哪一个 苍璇因为他可能现在还没有的一句话 想大家展示一句话可以浅浅说一下吗 就是他可能选择的是与其是委屈自己还是委屈苍璇 他选择委屈苍璇 所以我觉得他一定会选择苍璇就从他一个人 OK 被猜到后面的剧情了 接下来要问一下丰龙 在座的各位公子你最不把谁放在眼里 曹丰贝 把谁 曹丰贝因为他天天带小要出去鬼混 六哥这是这是这是哎六哥六哥 六哥我感觉我的mine好像不太行 所以我我稍微的调一下mine哈 行六哥调mine的时候 哎好了就会好一些了哈 六哥调mine的时候我们听听其他的小伙伴哈 另外一个问题要问一下苍璇 如果小妖和阿聂同时掉在水里你会先救谁 我就不会让他们掉在水里 那你准备怎么做呢 你咋可能啊 你有一次不光让我你自个都掉水里了 救出师啊你忘了让谁救的我吗 不是不是不是 是哪有水哪有水哪有水 主打一个接触啊主打一个接触 好下一个问题哈是问17的 有没有想过如果文小六一直没有变回小妖 你该怎么办 嗯那17就会像之前一样一直陪在小六的身边 好下一个问题哈是问向柳的 哎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你要好好想想哈 你觉得跟你在一起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 跟我在一起最重要的品质 对海鲜不过敏 你们听懂这个课了吗 听懂了不好笑所以没笑 对海鲜不过敏 怎么会想到这一点的 哦确实是他是深海海妖啊 深海 深海海妖所以说对海鲜不过敏 哦这海鲜还是深海的 还是深海海鲜当然要吃深海的 下面这个评论也很逗哈 小小六个17好OK 下一个问题下个问题是问阿念的 呃这是一个选择题哈 喜欢你的人你不喜欢你喜欢的人不喜欢你 你该怎么选择 选择一个 没有第三选项吗 那阿念也有点太惨了吧 阿念也有点太惨了 这个是你的人你不喜欢 那还选自己喜欢的 我才选择自己喜欢的是吧 对对对 很像阿念的啊 对对对 问题是问风龙的 哎这个可能和你后面的剧情有关系啊 兄弟和爱人哪个更重要 我的问题都好刁钻 我选择把爱人处成兄弟 把爱人处成兄弟 没办法给我的都是这种送命题 对都是送命题而且是 那你该早点认识小小妖啊对吧 那会还是兄弟 最后一个问题要问要问小妖了哈 如果说你永远无法变回小妖 你会怎么办 那我娶个老婆呗 哦准备在哪娶呢 天水镇吧 阿念你点什么头 又不会娶你 真的 这个问题其实也可以问问他们两个哈 就是如果文小六永远无法变回小妖的话 苍玄和向柳你们会怎么选择 孙弟弟 无法变回小妖 他无法变回小妖 对向柳来说应该挺开心的吧 你们这 为什么呢 什么 是吧他无法变回小妖对向来说很开心的 是一个好事好事起事 胖胖了 对其实阿念也很开心的 对 阿念你暗恋我呢 不要忘记不来打架最后打到哪里去了 最终 好好好来各位手串穿的怎么样了 差不多了都快穿上一个项链了 来给大家看看哈 我们先看看六哥的这个手串哈 这是怎么搭配的 给我们解释解释这个寓意 因为他就 他就有两个颜色 所以我就把这两个颜色全都穿上去了 嗯哼有什么有什么有什么含义吗 啊没什么含义就是单纯的 我觉得两个颜色应该都给穿上去 然后一个黑的一个红的这样 我觉得好看一些吧搭配 嗯搭配好看一些哈 好谢谢六哥哈 来看看苍璇的 苍璇你的这个是什么 哎呦 纯黑色的呀 嗯这有什么含义吗 首先纯黑色 很酷 其次 一心为了天下 还是我们西言王孙哪对吧 一心为了天下 来17来给我们看一看啊 邓维的 你这个好像有点特别啊 是什么原因呢 因为因为那个17说过嘛 永远是文小六的一17 所以6加17等于23 正好有两个颜色嘛 所以就是两个黑珠子 三个红珠子就是232323 哇你好会呀 17加6的232323 好来看看向柳大人的 我这个还没完全穿好 我一会再加工 我是这样 哟哟哟 哟哟 这怎么 还是个半成品啊 这有这有什么说法吗 这样有的9个头吗 黑色的是这样有的头 9个头然后 中间加一个小药的头 9加1 终于知道那个在西小六写的时候那9个头是怎么分布的 是左边三个右边六个是吧 现在再加一个 好 就垫着这个脑袋哈 好这是等于给给六哥做了一个项链哈 来看看阿念做的这个 天呐我的这个也 相对来讲是比较长的一个手链 然后每组是六个 然后一共是正好是 红色的三组黑色三组 也正正好是六组 其实我觉得阿念心里面是特别羡慕小六的 嗯 对 羡慕小六的羡慕小六 再来一遍就把我六的手链来讲的话 随性的状态也是大家很羡慕的感觉是一个对对对对 其实他就是相反随性的一个态度 这点这点小六你也是这么认为的吗 对的 我现在说话你能听到吗 能听到 好一点 然后可以 是的 我还是在我们小六的生活 所以我最后发现 最后一天 那个情绪跟我拆了 然后我要离开这个角色 我很伤心的 你小六看一下 好像听说这个角色也是你就是 拍完戏之后很久很久都走不出来的一个角色 对对 因为 小六其实 小五对我的感觉会更多一次 因为我也很喜欢小六的状态 当他一旦变成了小瑶以后 他好像变得脆弱了 就其他的小六的时候 他是可以没有任何人 他不需要 有什么 也没有家人 然后 也没有什么朋友 他就是 自己过着自己 不如自在的生活 但一旦他从而忘记以后 好像这种 身份无形当中是一种束缚 帮他不绝对去承担很多责任 所以他反而到了王军以后 我觉得 他没有那么快 我很喜欢 小六的时候 他的那个 快乐 对所以昨天在看的时候好多人在说 其实他虽然是一部古装剧 但是非常有现代性 特别是小六 小瑶他这个人的这个性格 好 就是刚刚阿念的这个六六串 接下来要看看我们 红翼的这个串是什么造型的 我也还没有穿好 我就选了红色的裤子 因为我觉得他 全是红色的 因为他和我们的相思痘真的颜色很像 我就希望穿一个全是红色的 然后 寓意我们的相思真的越来越好 嗯 虽然手工不怎么样 但是瞎掰的能力特别好 对 我没完成 对对对 我们我们相思痘就都是红色的 可以可以可以 好了现在给大家一个任务 就是现在呢 大家可以把手头上有卡片 那个卡片上签上自己的名字 然后把那个卡片和手串一起放进我们的盒子里面 我们要送给咱们的相思痘们 好不好 好吧来 动动小手 跟各位说一下怎么获得 待会我们后续会在我们腾讯电视剧的官方微博给大家送出去 另外可以跟各位说一下我们 我们长相思的官方周边也在腾讯视频的藏闪地同步上架了 还有我们主角棉花娃娃 还有剧中的道具复刻 还有精美的古风视频等超多的周边在等待各位 还有我们开播的虫粉福利 线上的抽盲盒 就有机会抽到我们剧中拍摄使用的孤品道具 在腾讯视频APP搜索长相思的周边就可以看到了 好各位小伙伴们 赶紧去吧 今天我们主打一个赶紧要快速的给大家要点福利 因为在播的时候 大家一直在说说 这个台词我真的好喜欢 这个场面我真的好喜欢 接下来给我们相思的我们要点福利 这个系里面有很多名台词 我们能不能让各位主持人来给我们还原那么一两句 你们印象比较深刻的名台词 好吧 来各位做手工的朋友们 手工可以快速一下 我们要想要一下这个福利 我们 先从六哥开始 好 你说一下 小六的经典台词 我只是一个被遗弃的人 无力自补 无处无处 接下来听听 苍巡的 小优 你不用想所有的鼓声扎起来都要好 这么简单直接 好 接下来 十七 我是文小六的夜十七 是你随手拿起的草药有十七片叶子 所以我就叫夜十七 向柳大人 只要天地间还有这样的景色 生命就很可贵 不听透 没听透 没关系 今天晚上反正我们会在那个线上会看到 来 接下来 陆瓦 她是你的亲人 你要维护她 那我呢 我算什么 避水昏龙 我这辈子第一次遇到小妖这么和我投缘的女人 小妖什么都会 什么都敢 和她在一起 真是开心 好想打你呀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生疼 冲破 冲破三万了 是吧 是冲破三万了吗 多小伙伴们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哈 来 大家可以刷刷弹幕来给我们看一下 因为 我不知道你们 你们几位在看剧的时候是不是在我们腾讯视频也有看弹幕的习惯 有看弹幕习惯的举手来试一下好不好 好 为什么是这个 可能前天都看过弹幕了 你觉得哪条弹幕最好笑吗 从昨天在追剧的时候 我讨厌一下 我吗 问我吗 哪条弹幕好笑是吗 你觉得哪条弹幕比较 印象比较深 可比较好笑 哎呀我昨天 因为我昨天 在电视上 跟我们工作人员们一起看了那个时候他没有弹幕 就因为我没办法看弹幕投到电视上了 投到弹幕上 投到电视上没法看弹幕哈另外 阿聂你看到弹幕比较深刻的是哪一条 呃我其实我们前期不是在清水镇吗 然后我看 其实弹幕说 就是想要想要我说大家眼力太好了 好 该给大家来 我不知道你们看到这两条弹幕没有 就这种非常有 非常有排面的这种弹幕哈就是我们弹幕花墙这种 一上来之后六哥 然后苍悬 然后另外还有这些就是 这个弹幕墙你们有看到没有这个比较炫酷的这种 而且我发现有几条弹幕非常有意思哈就比如说昨天苍悬 不是有一场给你变那个是梅花还是什么花的那 变花的有一场戏 啊对对梅花 对有个弹幕说 说真是家政小管家 苍悬鲜花您身边的养花护理家 你看这一条了 苍悬 我就我我我没没看我就旁边 别人看的时候我拍戏跟我说一下 这个比较有意思的 另外还有一条这一条就是 你记得不是那个 时期他不是没法救了吗 然后就小六只能割自己的血给他喝了 然后这一条有一条弹幕是是给小六的他说 更适合大慌宝宝体制的唐僧 我是这一条哈 你对对对梅花有看到这一条吗 我吗 我没有看到 然后 但是我我昨天看到最好玩的我是觉得他们几个发那个微博 苍悬半夜不睡觉还在那发 说什么那个 石先生是不是 骗人的 这些很好笑 然后向柳也在发 然后向柳的那个坐骑就是你那个那个鸟 他好过躁 他一晚上一直在发 向柳 他们也挺忙的哈 这条更有意思这条跟时期跟我们向柳都有关系 这不是昨天晚上时期不是显露出他的真声吗 就是他的真声是一个 狐狸啊 狐狸 然后不是看他有九条尾巴吗 然后这条弹幕就说 九条尾巴正好给向柳做九条微博 哈哈哈哈 向柳大人 他时期真的好 向柳大人这个提议你你满意吗 给我做微博是吗 啊 可以可以可以 时期同意吗 当然不同意多疼呢得把我尾巴砍下来太残忍了 哈哈哈哈 太残忍了 好久了 你们两个可以对你们两个可以到时候交流交流看看 我们还有很多哈大家也在问弹幕也在问一些这个问题 我们待会也可以回复一下大家就是说 大家觉得说连看10天都还 不够看应该怎么办 然后不是更新日的时候 不是更新日的时候我们各位主创也会来到我们腾讯视频来给大家一起来追剧吧 当然会多来哈 多来这个另外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过两天会有线下的观影活动 然后还有导楼的活动 另外呢还会有我们几位男生呢还会有分别有一场线下粉丝见面会的活动 我想要大家多多关注 的官方 对 那啥不带我们女生 那就一块好吧 老六别着急老六肯定有你 哈哈哈 他不但老六咋行啊 咱们团缺一不可 好一起来哈 另外还有小伙伴们说这个 预告片里面的凤凰花好美什么时候才可以播到 这个凤凰花的那个你们大概记得是在什么 什么阶段里面这个看到的 啊 凤凰花 凤凰花墙啊 凤凰花的这个我们在后面会会有啊 到时候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会关注一下 一一集就有但是后面你们就是有一场就是那个凤凰花海的那场戏 到时候我们也会有线下的我们的主题活动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另外各位小伙伴们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哈我们已经 昨天开播我们就已经破了27000的热度了 我们这一会就在播的时候 我不知道是已经破了我们28000的热度了还是破了我们 3万的热度哈我们 呃反正是已经破了我们手我们的首播已经刷新了近两年暑期聚集的记录了 我觉得各位 相思同们可以给我们这个扣一波厉害好不好 扣一波厉害 关注朋友们感谢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真的谢谢大家 我们要不要立个flag 就是要不要立一个就是我们那个如果我们手周内达到了3万热度值的话 我们会给大家送一个什么样的福利好不好 我们每人给给给我们的这个小伙伴们立一个flag好吧 谁先来呢 红毅先来先给我们说一说吧你会如果是我们手周之内达到了3万热度值的话 会送什么 啊那我有机会如果热度破了3万我就给大家 再开开直播和大家聊一聊距离去外的 剧情吧 好也期待你早日上线哈来陆娃 我们如果是这个手周之内达到了3万的热度值会有个什么样的福利送给大家 我可能会出一个 仿装 啊就可就是可能大家前期也看到 我们两个就放出了就是 姐姐妹妹那个打架的那个视频吗 其实我觉得那那个时候我们俩装还都挺好看的 你想你想防谁的 我的还是你的 你的行 绑个姐姐的是吧好 好接下来 谭建慈老师 你会给大家送个什么样的 福利呢 那我 九头腰吗 我也挑战一下 挑战一下我从来没有挑战过的事情 嗯我用 九种声线来说台词 九种声线来说台词 哎我们每人给提个要求好不好 每人给提个要求这九种声线每个人提要求 我先来 啊 这时候你激动的那个 我这个浪子的全名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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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晚一呢你觉得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声音 咖喱喱喱怎么说 夹子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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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呱口唇彼 辣鼻小心的声音 那可以哈 熊大或者是熊二那个声音 命令 于呱 就是你老鼠很高的那种 вариант 我记录了还不安排 我有我有我有 还有 我看大家都在说气泡音你就模仿那个 呃 嘎 嘎 呃 嘎 嘎 嘿 你个老六 行 安排 哎 有你吧 好好好 我就向柳的安排了哈 邓梅你会给大家一个什么样的福利 呃 嗯 那我就 你怎么说上气泡音了 哈哈哈 是 那我就 穿 狐狸玩偶的衣服 跳个舞吧 呦 就有九条尾巴那种吗 那你哪里有卖的 我看看 好 我帮你买 买到了 这会有九条尾巴的哈 万一呢你准备给大家一个什么样的福利 啊 我给大家 呃 唱一个长相思的插曲 哇 哇 可能今天晚上就能完成了 最后 小猴子要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福利 对 我吗 啊 我 我 我刚才让我跳你跳舞 哎 我就不跳 哈哈 跳舞跳舞啊 啊 跳跳不了 我我我我我五字不行 我给大家用小六的这个身份 发六六六条微博吧好不好 那太好了哈 有的看了 好了 对对对 我们要期待哈 另外要跟各位小伙伴们说一下 就是看我们 腾讯视频的站内的这个弹幕互动量达到1000万的时候呢 我们也会有额外的惊喜在等着各位 同时我们的大慌相思榜呢 也已经上线了 呃 来给你喜欢的组合送红豆 就有机会解锁 双人花絮CP勋章 啊 当四位男生和小妖的相思值达到520万的时候 也会有惊喜掉落 另外呢 我们今天都是见证人哈 我们所有相思相思跟我们哈 我们都会说到做到 把这些承诺都会一一的兑现给大家 另外要跟各位说一下就是我们的7月4号呢 9月24号不是我们的18点钟 我们的全网首播了在腾讯视频 会员会连更十天首更四集 非会员的周一到周五会更新一集 首更两集 此外呢 还要给各位说一个好消息 除了我们能够看到这个福利之外 就是在我们腾讯视频的海外站VTV上也会同步播出 欢迎我们海外的朋友们和我们一起来追长相思 更多的精彩中剧 近在VTV 也更多的活动要感谢 本次活动也要感谢我们的微博 新浪娱乐 还有微博电视剧 还有新浪电视对于我们活动的大力支持 我们马上要去看剧了 最后能不能每位老师一句话 再给我们安立一下今晚的剧 我们就开始去看剧了好不好 来 箱子先来 红阳六哥促成良缘今天 好 六哥 红阳六哥上线哈 晚一 宣自罚三杯 为哪班 哇 又没 偶叶时期 竟被认错 好 大老师 大胆老六画鬼脸 哈哈 这个照片里看到了哈 来路啊 大肚安念前来赴宴 好 来回忆 风龙和大家一起云吃喜 今晚还不出现是吧 哈哈哈哈 好 等着各位哈 我们最后的最后 因为马上要结束了哈 今天是我们开播宴也是我们六哥张罗的 最后我们在这个欢声笑语当中 结束我们今天的直播好不好 六哥要不要最后给我们来点欢乐的歌声之类的 我们结束今天的开播宴 这样吧 我呢 就是咱们今天唱一个难忘经销 但是我有个提议 让苍璇用美声给咱们带一个头 因为他美声唱特别的好 你应该没给大家唱过美声是不是 因为他唱歌真的很好听 你给大家带个样子 有你来领唱吧 那那那那 你咋 那就谭歌吧 谭歌来给我们领唱 谭歌 我不要当被雪 你来吧 哈哈哈哈哈哈 多耶 来风龙像 你被被雪 哈哈哈哈 实际肯定不唱 实际的嗓子有毛病 今天正好不舒服唱不了歌 不知道我都没问你 风龙像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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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忘记笑 难忘记笑 无论 太多了 哈哈哈哈哈哈 好了 谢谢几位哈 我们现在要去看我们的长相思了哈 谢谢几位来做客我们的直播 呃我们待会儿去陪她一起看哈 希望后面多多来看多多来直播好不好 好 对对对对 谢谢大家支持我们的戏长相思 谢谢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 好嘞 谢谢 休士长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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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来 拜拜 我们去追剧了